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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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的好处是什么呢? 找发现可治疗的疾病 刚才陈牧师提醒我们 我们已经拿到年尾了 时间过得很快 同样在属灵里 你我都必须要审查自己 所以今天早上主要的经节 是取之于哥林多全书的 第十三章第五节 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这样的说 你们总要自己审查 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的试验 那审查的意思是什么呢? 审查的意思是自己的反省 检查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 那最基本的问题是我们要问这些 我们可否认定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随着人声称自己是基督徒 因着以下的原因 我年并且我年幼的时候跟父母到教会 我许我跟朋友有去过教会 那有一些说呢 我小的时候我是就读基督徒创办的学校 我许在某一个部大会或是聚会呢 我有举手的回应台前的呼召 那是有些人的意思是 但以上的过去这一切不能够证明 我们真正的是得救 那就要知道 那圣经从不过去来印证任何人得救 而是现在的验证 那我记得上一日的主任牧师 常常向我们挑战 他说我们爱主要比以前更多 若不呢 我们已经是倒退了 他说我们在某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爱主比以前更多 而是不我们就是已经多佗了 好多信主多年的 常常他们会夸 我以前呢 对主非常地热心 我许在基督徒 信主多年 他们在拜证苏格 我许在一切做 这么弱心的为主使用 他们后一句说 但是呢 现在我已经交棒 我已经毕业了 让那些年轻的来做 那如果你现在生活没有得救的证据呢 你需要面对你可能不是基督徒的事实 所以每逢我们去做探访 尤其是非常严重的 我们就在一次的要带领这一位弟兄和姐妹呢 重新地来接受主 所以在拜证苏格的时候 还是这些弟兄和先生 那些心体真正 直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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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低头的祷告 来祷告 亲爱的主 你是听祷告的神 求你与我们同在 随听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祷告 主啊 以下的正道时间 求主拓住你说话的补人 赐给他更多属灵的智慧 借助充满你祝福的智慧 将天国真道向弟兄姐妹显现 让我们即可沐浴地得着你真理的浇灌 让我们计划目以的心得着真理的浇灌 恩上家人 利上家力 使我们的信心不再软弱 脚步不再疲乏 与同跟随主走着属天和永圣的道路 如此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字 主持的祷告是向主要受基督的三面 今天的分享是涵盖了三点 就是基督徒的标志 基督徒生命的特征 和进入基督国度正确的门 第一个要点就是基督徒的标志 第二基督徒生命的提正 第三就是正直基督公 国道之下卡的门 第一个要点就是基督徒的标志 第一个要点就是基督徒的标志 我们来回到在新月时代 当耶稣出生之前 以色列的宗教领袖 已经决定了义 义生活的意义 当时他从以色列的宗教领袖 他们已经国定了 你要是要走这些疑 这些道路 你会说 我应该是怎么会走 他们根据了行善 设立了自以为是 设立了一个违反圣经的系统 他们就是自己的要走乡 他们就是自己的真正厉害 以为是 而当耶稣进入了世界 他坚持上帝话 以色列的标准 也粉碎了他们的宗教的体系 所以应对于这些教导 这种风水 他们制作 以色列的宗教的能 以能所相信 这些宗教的体系 他切施了 他王国公民 真实的生活 所以当耶稣 就是这个王国公民 的真实的生活 如果你和我要知道 可否我们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 那我们就要回到登山宝训 基督所呈现了生活标准的比较 那因着实现的关系 我不能够把马太福音 五章 六章 七章 在一堂聚会讲完 那一句话涵盖了基督的标准 一个字就涵盖了基督徒的标准 所以其实基督徒的标准 就是这种字来拿 就是意 就是意 那些有去分析的话 那环体字呢 这个意是很有意思的 另外一个古词的这个意 就是意的意思来 本来是真正有意思的 就是上头是一个姿阳 下面是一个我 所以这个意就是环体 就是说今天我被称义 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 是因着耶稣的义 因着耶稣所留的宝诀 和祂在十字架上所付出的 所以这个义 这个义的意思 其实就是该告诉我们 那近日我不要称为义人 这个义称为义 其实不是英帝能格级 那是因地 耶稣就是这些 个义 都能逃遂 这些义人 能够生为义 今天如果我们在检查 基督徒的生活呢 我们会发现 好多的都没有 过亿的生活 所以建设那是来 清查基督徒的义 同样的 当然的 主耶稣就在指责 那些宗教领袖 文师和法利赛人 那些宗教领袖 他们都有定期的去圣殿 他们有缴纳十分意 他们也是有禁食 他们也是有常常的祷告 可是基督没有对他们的宗教表现 有庆佩 我们来看 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节 那耶稣说 我告诉你们 你们的义 若不胜于 文师和法利赛人的义 断不能进天国 耶稣说 我告诉你们 人们的义 若不胜于 本事 或是法利赛人的义 断不能进天国 书写在斯伯来书的作者说 要追求圣洁 非圣洁 没有人能见主 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九节说 主认识属于他的人 凡称呼主名的人 总要离开 不义 所以我们就看得很清楚 我们若我们说是信主的 我们的生命要有改变 提托书一章十六节 这样的记载说 他们说是认知神 行事却和他相辈 本是肯真误的 是叛逆的 是各样善事上可废弃的 所以从这个几节的举处 一个人承认基督徒 除了顺服于圣洁以外 没有其他任何意识 有些人认为 你可以在没有改变的生活方式 的情况下归向耶稣 我相信不是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发现 很多他归信主过后 他生命有转变 当时人们没有这样相信 因为信主 他也是真实 来信靠耶稣 他的生命是有改变的 可能你还没有信主之前 你是一开口就是 破口乱骂 有可能有说 他没有信主以罪 他得罪罪就是 对嘛 我们前一阵子听到 陈牧师说 他以前有位同事 一开口就是 全部是抽化出来的 就是 当时人们的大牧师 是白风乡骂 一有信主以罪 一有信主以罪 就是所有的派遣 有一些可能 他们心受感动 他以前有做错事 我有一位弟兄说 他以前那些人 他有跟人借过的钱 他现在呢 他尽他所能 要找为这些人 要把以前借过的钱 把他还给他们 所以是白天国 这样的情况 会认识是他 信主以罪 跟人们借过的罪 信主以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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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他们曾经得罪过的 他们为去找他 向对方来请罪 所以上帝期待 我们的生命有转变 所以上帝期待 信主以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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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哥林多后书 五章十七节说 若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信主的人 就是已过 看哪一切都变成信了 所以很明显的 金节告诉我们 我们信主过后 我们的生命要有转变 所以已经清楚告诉我们 能信主以罪 那些生命 就会有改变 你帮忙我告诉旁边的人 说 我的生命要转变 你跟朋友们说 我跟生命 要改变 对了 很清楚 那么 我们相反的发觉到 有一些非基督徒 当他知道 你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 他就会常常 用那个望远镜来看你 有个人 没有信主的人 他知道 那时已经是基督徒 留 一直打败 要哼哼来退 你打沙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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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基督徒 你没人 有什么基督徒 怕会不会 有吗 当我们听到这样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有些时候会内疚 所以有时候有退到人 这样基人 打人的时候 我们的心来就没输 好像我们达不到上帝的水准 就是叫做沙拉 我们来看约翰语书 第一章第九节怎么说 使徒老约翰说 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罪 它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赦免我们的罪 使节我们一切的不义 当时约翰语书 一直在一起 告诉老约翰 这样就说 如果我们信任自己的罪 它是信息的 是公义的 所以当我们讲到 义这个字的时候 不意味着 你永远做了基督徒 就不会犯罪 这意味着 如果我们愿意悔改 向主承认我们的罪 正如我们每一天 一小起来的时候 我们会看那个镜子 有吗?你们有看镜子吗? 那有镜子吗? 我们都有看 看我们 尤其是你来 今天要来教会 你要跟着 打扮好看一点 我们要出门 来教会 我们要来镜子 所以我们跟明星打扮了 OK吗? OK吗? 那同样的在属灵里 我们也是要审查一下 我们的属灵状况是如何 所以当我们的属灵 来帮我们 其实那是 特别的爱 来养养 所以我们的属灵 和生命 都对是如何? 那约翰语书2章3节说 我们若遵守祂的诫命 就晓得认识祂 不但如此 在约翰福音14章15节说 你们若爱我 就予遵守我的命令 所以这成为我们 生命的准则 我们自己 只有自己才能够伟大这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可否还有爱主 所以刚刚刚教会 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问教会 我还是会有爱主 如果你爱一个人的话 你会很体贴 他所要的 你都会服从的 还是人爱一个人 其实人家就真的体贴 人家就想 这些人爱 若遵守他 若遵守他 那些谈过人恋爱 就知道 那些谈过人恋爱就知道 有吗 山门海事 就是大家三门海事 今天下雨 我不会来 有大家经济落后 我就没有 我一定要来 就是不论 我会有 有吗 所以 求主来帮助我们 我们要衡量一下 现今我们对主的爱 有多深或是多高 所以 能够一条爱来 生产 家旗 那么家旗 我经济对主的爱 是有着 归着的 所以当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时候 我们不单单看到 这个直线 我们也看到这个横线 有一些人认为 我做基督徒就好了 我管不了其他的 可是 约翰一书二藏第九 说 人说自己在光明中 却恨他 兄弟的人 他到如今 还是在黑暗里 同样的另外一个经节 约翰一书三章第九 说 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 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 他也不能犯罪 因为他是由神所生的 所以当我们说 圣经清楚地表明 真正得救的人 是义和圣洁的 所以当神的道存在他心里 他也不能犯罪 因为他是由神所生的 他未有犯罪 可是这个忧虑 越来越低了 所以一个真正信主的信徒 会痛恨他的罪 他会悔改 他会渴慕意 他会顺服上帝 他会爱弟兄姐妹 他会憎恨邪恶和世界的体系 他会真正恨之处 射压的世界 没有任何人 可成为基督徒病 继续按照他认为 基督之前的方式 继续地生活 所以你还是 当日是基督徒 你不可能继续 他就 你古早 为信主 去着行 为来继续来生 所以问题是 你现在的生活是怎么样 如果不如的话呢 那我们怎么能够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呢 我们来看 第二个大要点 就是说 基督徒生命的特征 所以讲到论到我们日常的生活 第一 我们有一个独特的见证 在马太福音古章 十三到十四节 耶稣称信徒为世上的元和世上的光 基督徒称信徒为世上的元和世上的光 经节告诉我们 你们是世上的元 元若失去了 为什么能叫再贤呢 以后无用 不过丢在外面被人减踏 你们是世界的光 尘造在山上 是不能隐藏的 所以到马太福音 对我中十三十九十四节 而说到 人们是世上的元 元若失去 比赞年人 教他再贤呢 以后无用 不过各度寡命 必能将他流 人们是世上的光 生造的杀 是不能隐藏的 那元可以保存腐烂的肉一样 基督徒是腐烂文明中的防腐剂 所以一样 其实是白沙一样的时候 他就被牌掉了 所以朋友 基督徒就是被一样 所以我们到这些世界之后 我们就是被四个所有的事情 来不及求白为牌掉了 就是说你我的存在呢 是有影响力 祖师大高 其实那是一样 那是有一个影响力的 你告诉你的华文人说 你有影响力 求主来帮助我们 求主来帮助我们 就是说 我们是这位的人 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邻居 我们的公友 可否晓得呢 我们的存在性 有一些基督徒这样跟我讲 我在教会是基督徒 我做工不是 他们是潜水的基督徒 所以就是说 我们没有影响力 可能我们是 在教会以外 我们就为所欲为了 第二方面就是 有顺服的生活 那上帝的孩子们 以顺服为特征 我们来看 马太福音五章十八到十九节 耶稣说 我实在地告诉你们 就是在天地都要废去 律法一点一话 也不能够废除 都要成全 所以无论何人废掉 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 又教训人这样做 他是天国要称为最小的 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 又教训人遵行 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 当马太福音五章十八到十九节 教训人员 我实在告诉你们 就是在天地都会合作了 律法的直点直卫 也都不会合作 都要成全 所以无论何人会掉这诫命 但最最小的直掉 有何人遵用了 他在天国爱情为最最小的 但无论何人中间这诫命 又教训人中间 他在天国爱情为最大的 如果我们是真正得救呢 我们就会顺服 我们就会常常的渴望顺服上帝的话语 所以我们从保罗的书信看到 他渴望遵守上帝的话 尽管他受到罪恶的拉持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我都是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 那敌人呢 他四面的未埋伏 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呢 我们就受到试探了 就会受到试探了 求主帮助我们 不但如此 我们也会发觉到 我们会怎么样的去对待人 所以不但如此 我们其实做的基督徒 是他们的思想 我们会对待人 就是说我们不会 去论断人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在马太福音 记载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 经节告诉我们 如果你们听见有人 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 说不可杀人 又说凡杀人的是难免受审判 只是我告诉你们 你们无缘无故地向弟兄动挪 难免受到审断 凡骂弟兄是拉结的 难免受到审断 凡骂弟兄是莫利的 难免地狱之火 这经节说到你们听见 有吩咐古人的威胁 不可杀人有说 还杀人的难免受审判 只是我告诉你们 还向地下动脑的 难免受审断 这边就讲到我们 咱们的和弟兄姐妹 来相处 一个信徒甚至不想伤害任那个人 更不用说要杀人 因为他有一个不同的心 因为信徒是有福当的心 我要告诉你 神给我们一个肉的心 在以诗节书36章26节 这样的清楚地记载 我要赐给你一个心 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 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食心 赐给你们肉心 所以我们看到 如果是真正的基督徒 我们的心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基督徒就讲到了 我们如何的来对待人 就是大家能对爱如何来对待人 他也强调真正的悔改 会产生了纯正的真实的话语 因为大家证实悔改 有一个传逐的心态 为什么呢 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 就会说出来 对吗 当你对一个人不满的时候 就是大家还是对某某人 或是你恨这个人的时候 还是无数格真恨这个人 你会很自然地 针对他讲不好的话 就是真正正的出口 对某某人的无数格 就是直接不好的 因为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已经给他一个折扣了 所以我们会讲出来的 当然是不简单 我们还是在肉体里面 所以我们常常要审查我们自己 于是说他王国的功名 不会报复 而是良善的 他会爱他的邻居 甚至会爱他的仇敌 真的不简单 所以我们会发觉到 不但只是我们名称为基督徒 又论到我们每日的行为 所以不是只能成为 一个基督徒 一个名称而已 哪一时能够 每次这个行为 在雅各书二章十七节说 信心若没有行为 就是死的 那怪不得耶稣说 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 就真是我的门徒了 那第三个特点 我们有真诚的敬拜 我们以前做兵的时候 那些有做过兵的话 你们就知道这句话 马来话 有些时候我们就讽刺这个人 他在上司面前 就是到一堂 一堂头鸡的名头中 是做虚 就是做给人看的 今天我就说 我们来到敬拜的时候 我们是带着 带着咱们的心 所以我们来试试 我们今天来到 敬拜登的时候 我们是做 应到什么样的心 各府是真诚的崇拜 那各是多心来 帮他真诚的敬拜 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二十四节说 时候将到 如今就是 那真拜父的 要用心灵诚实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神是灵 所以拜他的必须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所以当一堂试诚 对着四十四节说 事后将到 祖经就失留 那真正拜 别的爱人心灵和诚实拜他 因为别爱正有的能拜他 所以今天 对不起 所以拜他的必须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对不起 我走得太快 所以我们今天要问自己 今天我们来 是以主为中心的 还是说 今天有时候吃我来 所以我们就在问家记 我们经历来 是为了真正爱来 敬拜上帝 还是英帝 但主会有什么吃日来 我许说 今天聚会过后 我也可以跟我的朋友 一起出去 还是乐习说 因为今天来到祖会 然后祖会遛遛遛 那会跟朋友 做不出口走过 我不是说不能够出去 不要说老牧师说 我们聚会过后 不能够一起出去 不是但祖会 后你没得可走过 不是这样的意思 我是说 我今天来 如果我再不来的话 陈牧师说 按照阿迪去我来 还是能来 给心态 是驾等来 但牧师 我现在要讲到一个 非常敏感的事 我们说 讲到钱就是感情 请你把你们的钱包抓住 就论到一个真正基督徒 论到金钱的正确观 我们来看 马太福音六章 十九到二十一节 我许你读潮咒 省一点时间 我认为马太福音 对六章十九十九二十一节 就这样教导我们 不要为自己 极正 Bravo 这颗 Ti zi zio I Zio I Zio 我记得好多年前 我在服侍一对夫妇 他很久没有来 我们就去探访他 同样我也是带圣餐的用具 一起去给他圣餐的服侍 这对夫妇他们是广东人 那位太太就跟他的先生说 你不要吃不要喝 你吃了你喝了你欢欢美美 笼笼钱加味加味 所以他们在认识 就没有做一个变得饭 你无法吃得饭 你都只会认识他 你没笑 那所以我们发觉到很多时候我们信主呢 那些不真正的认识主的话 在祂的服事当中 就是有这个挣扎 如果我们把一生的 因为知道 我们要明白 有一个正确观 那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不是我们 那是神委托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来思想时 对经这些概念时 所以如果我们发觉到 我们奉献很困难的话 所以我们要审查一下 我们的心在哪里 所以我们还是觉得 我们来奉行经济的时候 真正难过 心来真难过 我们要来思想 那以前我刚刚来服事的神 的时候我是做招待的 那时候时间还没有到 不用看 还有时间 所以说 那个奉献带 我们就传那个奉献带 这时候我们要把他拨开 有一些我们要把它拨开 要用烫头去烫 这就是奉献带 那时候把他拨开 然后把他拨开 那时候把他拨开 然后来生态就会 那时候他把他拨开 叫他 我一个人家说 他会慢慢慢慢把他拨开 然后把他家里的家里 那时候是一块钱 那时候是两块钱 那时候是两块钱 不知是因为他太坏了 拍摄 还是不甘烦 才会这样坏了 只有这个人的出意 我们才知道 我许在那边出现 朝语聚会比较久 就认识这位弟兄 吴汉明弟兄 他享年是九十三岁 在三年前 他有在我们朝语的圣诞节 还有我们大唐的守望业 和他的女儿和女佣 有献一首歌 他的女儿可以谈什么情 素情 他也是很喜欢唱我们那首歌 《主啊你的灵来牵引我》 那些人认识他的 他已经蒙主恩召 那些人认识他的 他已经蒙主恩召 我们今天晚上呢 我们又举办这个居士礼拜 还有星期一十个活化礼 那些人认识他 可能有记忆他 他已经过世了 蒙主忽党召 所以经济是一个对司会 可是我发觉到他有一个正确的金钱观 当我们在这个采传任县的那一周分享这个信息说 我们海外有很多的这些宣教士 他过后就受到感动 他就吩咐他的女儿说 我要奉献给主 他很慷慨 他真的感谢主 感谢主 还有在我们当中有位姐妹 他每一次见到他的组长 他就说 我要奉献 我要奉献 时间告别 时间告别 我要奉献 他每次提到他的组长的时候 他就问 时间告别 我要奉献 所以我们看到 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他对这个金钱的观念是正确的 所以今天你和我都要审查 我们对金钱的观念是如何 可能你这样说 没有事 你要我的名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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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作用 没有作用 没有贪用 没有消极 没有贪用 我有什么方向 求什么来方向 告诉大家 奉献不是勉强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 方向不是勉强的 不是大家要求求出来方向 是按照我们的心意 告诉你旁边的人说 告诉你旁边的人说 方向是按照我们的心意 不是很贵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金钱观 所以我们要有真正的金钱观 好 最后一点是说 我们不会批判地去爱人 刚才我已经有稍微提到的 就是说我们不会去骂人 或者很容易的动动 这边是讲到 不会论断人 我已经有打了 就是人不会去命人 论断人 这位静姐告诉我们 马太福音第七章 第一到第二节 小慧姐妹你读 就是大教马太福音 七章第一到第二节 七章第一到第二节 七章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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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节五节 这个说到 好来 不是 对不起 对不起 哦 你没跳 对不起 马太福音七章 八章第一节 大教你们不要垄断人 名敌你们别垄断 因为你们才有垄断人 也必才有被垄断 我们人一般都会有很多话讲 我们会批评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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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评这个 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 把你的手举起来 有吗 有吗 你没有骑着矮吗 骑着矮 有吗 没有 你病脑 gleich 是那就这样 有吗 我指这个 指那个 是正ache 你指这里 你指出去 或是要来 可是 有三支手指 只为自己 这个有三指指 有三只指 就在短道 我们在短道行 它 ignored 就在短道行 求主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人很多时候是看外表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人的讲话 或者看到这个动作 我们不把 我们就会马上做一个结论 可是我们不明白 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行为 所以我们看到那些上了年纪的人 他们很稳重 他们讲话有分寸 他们不慌 不脏 有吗 所以我们看到那些有经验的人 他们都会三思而后行 所以那些人有经验的 他们要做什么十一的行为三拜 有吗 所以老人有智慧 所以老人有智慧 可是不要做老糊涂了 但是不要做老糊涂 求主帮助我们 最后这个第三点很快的我们就要结束了 就是说要进入基督国的证券 就是说你我要带着一个正确的态度 就是你我永远都不会毕业的 所以我们不要向人家夸 神经讲的告诉我们 马太福音五章三节和四节说 因为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的 爱动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必得安慰 所以当马太福音对欧洲 就告诉我们 何心的人有学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爱动的人有学了 因为他们是必得安慰 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 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 就说你我还活着的话 我们还没有毕业 你告诉旁边的人说 你还没有毕业 你还要学 因为有一些基督徒 他们很自傲的 牧师还没有讲 我就知道他要讲什么了 所以我们就带着 这个骄傲的心 我自以为是的心 神的话就不能够 进入我们的心 所以他的心态 是这样教教 但我什么时候就会 像帝的为何就博强 经济他的心 也因着这个原因 很多时候 我们空空的来 我们也是空空的为 所以因为他的心态 没有听到的时候 他就会让他进去 这就是空空来来 而空空来回来 这个牧师不会有大 我可以有丢举 很好的牧师 这个牧师打来 就是不变国 可是如果我们带着 这个谦卑的心 这位讲员 无论他是年轻的 或是刚刚上任的 怎么样的情况之下 神能够通过这个补人 向我们来说话 所以还是能有一个 轻费的心 能无论什么 能买到港台 无论这个牧师 是新的牧师 老的牧师 还是什么困的牧师 能都会在导致 依靠所讲出来的 就是像帝 能学习的牧师 因着时间的关系 我就做一个结束 讲到我们应该 带着怎么样的心态 所以因着时间的关系 能够来做一个格索 我要以彼得后书 第一章第十节来做结束 那来以彼得奥资 来做一个格索 所以弟兄姐妹们 应当什么呢 应当更加的殷勤 使你们所蒙的恩招 和卷选坚定不移 你们若行这几样呢 就永不失脚 彼得奥资 当一个只有十十岁 所以在他们 应当爱惊惊 当然我们明白说 我们有一些 慢慢的我们的年纪大了 当这样我们也明白到 有些年纪慢慢走来走大 我们明白到我们的体力 我们的精神 也是会比以前少很多 可是最重要的 我们的心要好好地去保守 就是我们要怎么呢 我们要阴晴 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 所以当我在准备这份信息的时候 这首歌就感动了我的心 所以当牧师罗 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 就只需要感动了牧师的心 就是说 我要永远永远地爱着你 就是大家 我要永远永远地爱着 我要永远永远地服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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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能够站起来的 我们就站起来 不方便的话 我们可以坐下 不方便站起来 还是不方便走下去 就像永远永远